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另一个四月阳光马上要上市的独家带领 它位于多伦多北约克东密斯和芬曲附近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豪宅 这个房子也是五年前四月阳光帮客户买下的 当时还是一个面积仅为一千多英尺的小平房 后来经过买家的重新设计和改造 如今已是将近四千英尺的大房子了 由于这个房子的特殊性 上市前的估价是有一点挑战性的 因为周边没有类似的成交物业可以作为绝对的参考 因此要从这个区的地价 卖家当年买进的价格 改造重建部分所花费的成本 加上这几年的生殖等等来做考量 才能得出一个合理的交价 下周四月阳光将会给大家呈现这个房子的全貌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多伦多买房卖房 请关注四月阳光 到后吧 接下来呢 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